我是林怡静 我来自于高雄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 高雄医学大学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还有的风雨球场 操场 排球场 篮球场 然后还有上课的教室都是非常多的 陆境就有了电影院 游泳池 然后家乐福啊 星巴克 重点 还有夜市哦 高雄医学大学呢 是口腔卫生学系 四年制的首创学校 是交刷牙的吗 还是出来可以当牙医师啊 其实呢 出来呢 不是当牙医师 刷牙只是我们里面所学的一个部分 重点呢 是成为牙科辅助人员 就像护理师跟医师一样 那我们未来的目标呢 也是希望可以成立口腔卫生师 他的定位呢 是在牙医师之下 牙柱之上 那我们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口腔疾病的预防与健康促进 怎么样的人会适合口腔卫生学系呢 勇于展现自己 很热爱人群的人 大医的时候呢 可以多尝试一些课程 如果原本系上的课程 我们也会有同事课程啊 或是其他学系的课程 第一个学期 我们会学到了口腔卫生导论 接下来就是牙体形态学 有关于牙齿的形态 跟牙齿的结构跟构造等等 进入实验的部分 什么是牙体形态学实验呢 就是我们讲的柯牙 没有美术细胞的人 情能补着 综合一天你还是会过关的哦 大二呢 是个跨领域的年级 包含了公共卫生学系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流行病学 然后还有生物统计学 疾病的预防跟卫生教育非常重要 可以学习 或一个去统合一个人的生活环境 习惯或是社会评估 然后去拟定他一个最适合他的个别化的卫生教育 大三开始进入了临床技能的照护专业知识的部分 为了四年级的实习做准备 主要的实习内容就是包含临床跟诊 跟牙医师的跟诊 四手操作 最有兴趣的大学四年的课程 我们实验课程上超多东西 磕牙 磕出牙齿的形状 第二个是洗牙 就是你要跟你的同学互相练习 像一般牙科诊做医生帮你洗牙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模型 印一个自己的牙齿模型 当然是你去印别人 然后别人来印你的 然后做出一个很完整的牙齿的模型 在实习会面临的问题 或是在操作上面会遇到的技巧 也都会在实验课的时候一并做训练 国小卫教 高雄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的一个传统 就是整个班级一起去 每一次的出队 每一次的站出来的教导 都让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能力的更加肯定 更有信心 主要的未来出路呢 就分成口腔照护人员 那如果你是对于行销上面是有兴趣的人 也可以做牙科产业的行销人员 公职有兴趣的话 去考卫生行政人员 有关于口腔健康策略的进行跟执行的策划 当然也可以继续往上读走 眼右锁的路线 大学四年是有非常多的时间 是你自己可以去运用的 只要你想要 你就可以去尝试 你会在给自己的机会中 你自己也会成长 获得的想法也会比别人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